香港航空一架由印尼巴里来港的客机 星期三发生九霄惊云 一个怀疑内地乘客 在起飞后没多久 竟然在客机高空飞行期间 试图扭开机尾桃生门的把手 好像在尝试开启机舱门 其他乘客见到当然害怕 立即通知机舱服务员 合力将这个男乘客制服 并且将他扣押在机尾的座位 据悉个男乘客声称 误以为桃生门是射手奸门 并没有其他的意图 哈?真是急得那么紧要? 客机安全降落本港后 警员登机将这个男乘客带返警署 证调查事件是否另有内情? ONTV东方电视新闻台报道